秀林乡公所在暑假期间 在乡内的北中南推出了四个地方 来开办部落市集 而木骨木鱼游客中心 并且举办了部落市集的开幕典礼 秀林乡长王梅归也欢迎游客和乡亲 在假日的时候来到木骨木鱼 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 也买到部落最具代表性的手工艺品 秀林乡公所在暑假期间 在北中南推出四个地方来开办部落市集 木骨木鱼游客中心 并且举行部落市集开幕典礼 同门秀林乡长许玄美 特别会副主席来惠美 共同来广邀游客 暑假期间来到木骨木鱼 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 买到部落最具代表性的手工艺品 每次到七月八月的时候 都会办一些一系列的 下肢绿的一些活动 针对我们部落的一些特色 像崇德的话一定是跟海有关系的 布拉丹的话一定是跟嘎狼有关系的 硕西 那我们木骨木鱼这边有非常多的人文 生态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工坊 我们铜门刀非常的有名 所以三个地方三个特色都不太一样 我希望游客会是我们部落的一些村民 我们这边的部落的村民也可以宣导一下 宣扬一下我们木骨木鱼的美 首先这个就是我们七月八月的系列的一些活动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其实我们泰鲁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 它有分北中南 我们南区是什么 木骨木鱼对不对 木骨木鱼这边我们可以增进发展一些产业 让我们当地的乡民能够有经济来源 其实这个木骨木鱼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棒 而且我之前就跟我们的村长来到这边 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景点这个地方呢 因为很多人都来游客来这边 那个道路非常重要 今天正在进步中 因为我们的乡长非常的支持我们这个市局 那这次秀林乡有三个地方 北中南 然后我们这个是最后开幕的南区 希望大家告诉大家 我们木骨木鱼也有市局 也有很漂亮的生态 尤其我们的乡长非常的重视 我们也要争取我们的公贸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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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同门 这泰鲁哥组传统歌舞展演之下 木骨木鱼部落四起正式展开 同门村长许玄梅 也广邀部落歌手和泰鲁哥组舞蹈团 来为互动来加温 并起来现场炒热 同门村长许玄梅表示 来到木骨木鱼城台园区愈合中心 使大家必经之地 在每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这里提供当地好吃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这里消费 同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木骨木鱼走一走 这里就会订阅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